有人问一下车股,其中观众BIG4就问 车股最近没什么声气,是否炒完呢? 175就有17.7元,怎样看呢? 等着,还有另一个都在问车股 就是观众Mang Yonglea,他也是有175元的 但是他17元,差不多,刚才那位观众就是17.7元 他就是17元,另外他还有2333,15元 还有2015元,140元,全部都是9月 他还说有重货,求救Please 车股,但是很有趣 是,有几个车股 我想这么说,就算本身一个版块多好 其实过去在节目,我相信不像我个家人这么说 一定不会建议大家是握同一个版块的 你一定从风险角度来的,考虑或组合角度考虑 你一定是分散一点的,多看好的版块也是 所以我想最大的问题是开得太集中 所以就算我说,我这对车股整个版块 你说中线看法一定不是谈的 但是看好还是看好,是否等于一定无致敬地上升呢? 大家都要考虑就是过这两三个月 其实车板上升了很多的 部分不要说,即是吉利,可能都几成地上升 整倍的就差不多,最低10元,最高19元 就是差不多整倍了 你刚才提到,例如理想那些其实是配忌的 过这几个月的升幅 所以升级这么多,就算是挺好的版块 都要回调,都要调整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基本的反应 就算不是没有理淡消息也好,其实调是很合理的 更何况其实过去炒作那些政策 又或者是对销售的憧憬 始终在这一段的升势来说 我想初步都反映了几大部分 不是谈谈,但是真的要等下一轮一些消息再出 但是你说下一轮什么时候有政策的消息 这个真的说不定 所以我想短线再配合整个市况的气氛 刚才说的,很黏很闷很静 钱都不够,也没有什么成交 所以一定是有些钱会退一退的 所以我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那么集中 而且你也说到自己很重货 我想如果可以的考虑先减住一点 是,他们全部现在都在虐 是的,当然三个都在虐 即时全部回上去就没什么可能 但我想以一只论一只去看 如果你说三只,例如你的观众问到 吉利亚、长城和理想 理想我觉得看法是好的 始终如果你说长线 他真的是纯身轮车为主 那更加伤势力 其实长线的看法会是理想一点的 所以这只我觉得你可以先拿着 而另外两只,当然是传统车股 即是吉利用长城 但是也说过过去炒作 也是炒他们的业务发展新能源的方向 如果你说两只来说 目前都是以长城会走得好一点的 所以我想最比较看得没那么好 可能是吉利 而吉利亦都可以一样过去这几个月 但福特先说也不少的 由10元边上到19.2最高 差不多一倍 所以现在也是回到3-4元左右 其实是一个三成的回调是很正常的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多的跌幅 但如果这只 假设如果再 例如看今天或者下星期初回来 可否站稳在现在的50万天线上 今天暂时就可以了 刚刚上了50万天线 如果你说站稳 我觉得可以等弹高一点 例如挨紧17元边才考虑减一下 会好一点 其实差不多平手走 不用怎么输 但如果下星期初回来 或者今天 50天线继续是得意复色的 我想下面你认为 大概15元左右 如果短期跌穿15元 我觉得这只先行减了它 是的 我想剩下的那些 你可能再拿着找一些位置 你才慢慢退回一些 会比较好一点 但强烈花点 就是不要太集中会好一点 是的 如果我只是问一只 那个股份是17.7元 是否会等很久才回到这个位置 也一样 刚才提到就是17.7元 其实刚才说 如果你说站稳 50天线 有机会少少做回反弹 就是少做回后抽 我想弹回到17万边附近 所以你可能到时输几毫子 或者是差不多平手 可能考虑走一走 但也一样 如果真的不能上去的50天线 继续是得而复失的 那15元就是一个止据位置会好一点